一只长颈鹿被铁网困住,难过地倒在地上。 热心的小哥看到后,开始了自己的救助行动。 画面中,这只长颈鹿的腿不知是何原因,被通电的铁网困住了。 长时间的电流刺激,使得长颈鹿失去了支撑身体的能力。 倒在地上的它现在一动不动。 再这样下去,长颈鹿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幸运的是,有一位小伙子碰巧路过了动物保护区。 他立刻发现了倒在地上饱受电流煎熬的长颈鹿。 于是,小伙子找来了绝缘手套和老虎钳,想要剪断铁丝帮助长颈鹿脱困。 在倒地的长颈鹿前方不远处,还有一只长颈鹿正充满担忧地望着自己的同伴。 但面对通电的铁网,他也不敢上前,只能寄希望于小伙子能够尽快救出自己的同伴了。 但铁丝网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剪断的。 小哥使出了浑身解数,但进度却很缓慢。 小哥也很着急,因为晚一秒剪断铁网,长颈鹿就要遭受多一秒的电击。 所以,小伙子更加使劲地拉扯着铁网。 也许是小伙子用力过猛,扯腾了长颈鹿。 原本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长颈鹿,突然醒了过来,还蹬了蹲腿。 这下把小伙子也吓了一跳,连老虎钳也吓掉了。 小伙子小心翼翼地剪回钳子。 这次他选择了离长颈鹿较远的一侧,继续剪铁丝网。 这次似乎顺利了许多。 不一会儿,小伙子就剪断了全部的铁丝网。 而木桩就这样砸在了长颈鹿的身上。 但长颈鹿却没有反应。 就在小伙子拿开长颈鹿身上的木桩时,又来了另一位小哥。 他尝试用石头砸的方式来唤醒长颈鹿。 可长颈鹿却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又有人拿起了一根木棍,小心翼翼地戳着长颈鹿的屁股。 终于,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长颈鹿醒了过来。 他首先摇了摇尾巴,然后挣扎着站了起来,朝同伴跑去。 也许是被电流刺激得太久的缘故,长颈鹿跑起来显得亮亮呛呛的。 来到同伴身边后,长颈鹿回头望了望两位小伙, 仿佛在感谢他们的善举。 万物皆有灵,动物们也懂得感恩。 这只生下孩子后被抛弃的狗狗,也遇到了帮助他的好心人。 这只可怜的狗狗,在还怀着孕的时候,竟被主人残忍地抛弃, 而他最终只能在下水道里生下自己的孩子。 无家可归的狗狗,只能不顾自己身体的状况, 强达起精神,带着几只嗷嗷待哺的孩子们暂住在一处垃圾堆里。 尽管狗宝宝们被狗狗安置在一个比较暖和的棉被里, 但生活在垃圾堆里, 还是会对狗宝宝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所以,工作人员在接到求助热线后, 第一时间准备转移狗宝宝们。 在这期间,也许狗妈妈误以为他们要把自己的孩子丢了, 所以挡在了工作人员面前。 但最终,工作人员还是成功将狗宝宝们和狗妈妈带到了车里, 准备将他们送往流浪狗狗的收容所。 一路上,狗妈妈小心翼翼地看管着自己的孩子, 生怕狗宝宝们有什么闪失。 在意识到工作人员没有恶意后, 狗妈妈也累得趴在了座椅上, 她终于可以休息会儿了。 不久,狗妈妈和她的宝宝们就来到了自己的新家, 虽然肯定还是不如原主人家里条件好, 但起码不愁吃,不愁穿, 也不用忍受垃圾堆蚊虫的侵扰了。 狗妈妈来到新家也是非常兴奋, 她不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先是蹭蹭装满狗粮的碗, 又来到工作人员面前舔舔他们的手, 仿佛在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安顿好狗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后, 工作人员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狗妈妈的一个举动 让在场的工作人员不禁落下泪来, 她竟然在向他们捉衣。 狗妈妈捉衣的动作和张开的嘴巴, 仿佛在说,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孩子。 动物们的感情纯真且深厚, 对于帮助过他们的人, 他们都会铭记于心。 就像我们过去所讲述过的 女孩收养流浪小猫的故事。 流浪在外靠吃垃圾度日的小猫, 被好心的女孩捡回了家, 却发现女孩家里已经养了一只小猫了, 所以她在吃完女孩给的食物后选择离去。 没想到, 这只小猫找到了女孩所在的工作单位, 女孩和她的同事们都很喜欢小猫。 最后, 她成了公司里的吉祥物。 面对这么多人的帮助, 小猫也感激地流下了眼泪。 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观众, 可以查看我们往期的节目。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